小说 丹舞双绝 作者 飞翔蜗牛 第3261-3280章 丹舞双绝 第3261章 蛊惑 甚至公然地宣称 幻天是天选之子 注定了带着天龙世界打败独魔势力 本来舞者们对于秦明卧床不起就很担心 再加上幻世宗的特异宣传 以及幻天也是圣血舞者的事实 现在很多舞者都看好幻世宗 舞者们之所以看好幻世宗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幻世宗踩着云城联盟宣传 说什么 云城联盟只是一个新生势力 全靠完美龙及丹药才能走到今天 以及云城联盟是一个大联盟 联盟内的舞者并不团结 远远比不上宗门 最后还点名 秦明是圣血舞者 幻天也是圣血舞者 并且舞道境界已经达到了龙境后期 不日舞道境界就能突破到龙境巅峰 普通舞者根本不知道 圣血舞者和圣血舞者的实力差距极大 一听说 幻天也是圣血舞者 并且舞道境界也达到了龙境 顿时在脑海里 就以为幻天的实力能和秦明相提并论 幻世宗宣传 完全是在夸大自己的优势 贬低云城联盟 踩着云城联盟上位 普通舞者根本就不了解具体事实 听幻世宗的人信誓旦旦 以及周围的人都觉得幻世宗的实力 和云城联盟相当 也就以为幻世宗实力 真的和云城联盟相当 毕竟云城联盟有四千龙境舞者 幻世宗也有同样数目的龙境强者 云城联盟有圣血龙境强者秦明 幻世宗也有圣血龙境强者幻天 而且秦明身受重伤 而幻天却毫发无损 两相比较 表面上看来 甚至幻世宗更强一些 而让连人气愤的 不是幻世宗实力强大 有四千龙境舞者 而是他们恬不知耻的彩云城联盟 真是不知所谓 幻世宗真的强大 为什么在独魔势力入侵天龙世界的时候 他们不出手 还不是因为怕死 内心胆怯的原因 若是秦明好好生生 借幻世宗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冒出来 幻世宗跳出来了 秦明有些意外 又毫不在意到跳出来就跳出来了 我不是说过吗 总有一天 幻世宗会忍不住跳出来的 不是这样 连人气愤到 幻世宗在败坏云城联盟的名声 把云城联盟之前 和独魔势力战斗的攻击 丝毫不提 而他之前隐藏不出 也冠冕堂皇地找了个说辞 推脱过去了 现在幻世宗极其高调 打着要消灭独魔势力的旗号 正大肆招兵买马 确实不要脸 普通舞者见识浅薄 想来大部分都相信了吧 秦明微微一笑道 连人点点头愤怒到不错 大部分普通舞者都信了 幻世宗在别的地方可能不怎样 在蛊惑人心方面 很有一套 那四千龙镜舞者 大部分是幻天蛊惑而来 虽然事后那些龙镜舞者 都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 可牧以成舟 又看到幻世宗确实强大 也就顺势而为 加入了幻世宗 龙镜舞者不是傻子 幻天一番精彩的演出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时 可幻天的目的 只是骗一时 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丹舞双绝》第3262章 趁机出世 那些发现被欺骗的龙镜舞者 并不是第一时间 选择退出幻世宗 而是等着其他人带头 他们想观察一番情况 观望一番再说 这一等 却发现根本没龙镜舞者退出 虽然是欺骗 可四千龙镜舞者是实打实的 只要他们不退出 那么表面上来看 幻世宗就真的有四千龙镜强者 再加上幻天对他们的各种极具诱惑的承诺 也就扭扭捏捏地顺势加入幻世宗了 主要是因为 他们不加入幻世宗 只有一个选择 加入云城联盟 可云城联盟限制极多 他们若是加入云城联盟 必然要和独魔势力直接对上 盟主 我担心幻世宗大张旗鼓的招收人马 对付的不是独魔势力 而是我们云城联盟 连人担忧地说道 不得不说 幻世宗太能掰扯了 幻天实力不知道如何 但忽悠人很有一套 若是不加以限制 等到幻世宗实力足够 幻天再随便找个理由 比如说 幻世宗虽然武者数量众多 可丹药数量不够 想要打败独魔势力 必须要有足够的丹药 只要打败云城联盟 就有数之不尽的完美龙极丹药 只要得到了完美龙极丹药 打败独魔势力 轻而易举 这些说辞 连人都能想到 幻世宗想要堂而皇之 把战火引到云城联盟 随便找一个借口就行 那些早就对云城联盟 完美龙极丹药动心的贪婪舞者 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 这些人根本就不在意云城联盟 之前为天龙世界做的贡献 他们只看重眼前的利益 幻世宗一直想对付 就是我们云城联盟 他没有勇气与独魔势力为敌 躺在床上的秦明坐了起来 嘲讽道 连人想了想 重重点头到不错 若是幻世宗有勇气对付独魔势力 就不会隐藏上千年了 可不是吗 说得好听一点 幻世宗是神秘的影视宗门 可难听一点 他们就是暗地里 基于天龙世界 又没有勇气和独魔势力战斗的一群人 可幻世宗现在有四千龙镜武者 有了这些龙镜武者作为基础 他们实力肯定会快速增长 一旦他们向云城联盟动手 连人担忧到 他并不是怕幻世宗 若是堂堂正正的和幻世宗战斗 哪怕是八千龙镜武者的幻世宗 云城联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 云城联盟的武者们 经历了好几场惨烈的战争 又有完美龙极丹药 不惧怕多一倍的敌人 可云城联盟 一旦和幻世宗战争 不管输赢 损失都是天龙事件 让幻世宗发展实力吧 不用过多担忧 秦明思索了片刻 轻轻地笑到现在独魔势力 一直盯着云城联盟 幻世宗趁机跳出来 刚好给我吸引独魔势力的注意力 等我恢复实力 幻世宗只是跳两小丑而已 秦明猜测 就算幻世宗大张旗鼓地搞事情 独魔势力的重要注意力 还是会放在云城联盟上 云城联盟和独魔势力 战斗这么长时间 肯定已经被独魔势力 当成了主要敌人 丹武双绝 第3263章 自信 就和他一样 魔祖 估计也不会 把幻世宗放在眼里 但能转移一点注意力 云城联盟也能轻松一些 想来魔祖也不希望 他们和云城联盟 打声打死的时候 幻世宗突然出现摘桃子 恢复 连人愣住 秦明要恢复 不是说要半年时间吗 等到秦明恢复 估计战事已经结束了 那时候什么都晚了 我找到恢复伤势的办法了 秦明微笑道 我有信心 在短时间内 让伤势彻底恢复 到时候 幻世宗面对的 就是全盛的云城联盟 幻世宗之前 为什么不出来 而等到他重伤之后 再跳出来 还不是希望捡便宜 不敢和云城联盟正面战斗 若不是幻世宗一直隐藏着 对付独魔势力之前 云城联盟就能找个空余时间 把幻世宗给灭了 这种隐藏在暗处的老鼠 死不足惜 盟主能恢复 听到秦明找到了恢复的办法 连人高兴不已 古往今来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 都不能恢复 盟主是用什么办法 虽然高兴 但连人心中满是疑惑 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圣血舞者变身之后 还能恢复的 要知道 就算是完美龙疾疗伤丹药 对变身之后 虚弱的圣血舞者 也没有半点用处 除了好奇 秦明用什么办法恢复外 他还想知道 什么时候恢复 现在独魔势力攻击很凶猛 每天都有无数舞者死去 似乎独魔势力 把在云城联盟手中吃别的郁闷 发泄在普通舞者身上 虽然兰州的很多城池中的舞者 已经被转移 可兰州的舞者太多了 来不及转移的舞者还有不少 他们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甚至现在有很多裂魔者协会 招募来专门迁移舞者的裂魔者 也因为运气不好 碰到了毒魔 因此而丧命 一时间 迁移舞者的速度大大降低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舞者为了报仇 不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不过快了 秦明摇了摇头 脸上带着自信你放心 绝对会在幻世宗动手之前恢复实力 任由幻世宗去折腾吧 他们折腾的越是欢 对我们就越有利 云城联盟所有舞者 不得与幻世宗敌对 就让他去闹吧 是 没得到具体情报 连人有些失望 不过看到秦明脸上自信的模样 他放心不少 幻世宗都是一群野心之辈 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战胜独魔势力 那些舞者真是有眼无珠 只看到表面 虽然秦明说不对付幻世宗 但想起幻世宗的所作所为 连人还是气恼不已 让下方多注意幻世宗 等我们腾出手来 把他们一网打尽 秦明笑着拍了拍连人的肩膀 安慰道 连人点了点头到不打脚 你休息了 我现在就去下达命令 若不是情况紧急 他也不会来打脚秦明 既然秦明说有办法恢复 自然就有办法 秦明不想告诉他 作为属下 不该多问 单舞双绝 第3264章 跳出来 秦明恢复实力要紧 连人虽然还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但也知道轻重缓急 嗯 秦明点了点头 把连人送了出去 关好门 秦明脸上的自信笑容消失不见 苦笑的摇了摇头龙疾丹药 哪里是这么好研究成功的 他刚刚表现得很自信 只是在安慰连人 现在他在房间里大门不出 云城联盟的所有事物 都是有几个高层管理 他们若是没自信 无形之中 就会传递给底下的舞者 这样一来 整个云城联盟 都会死气沉沉 若是他身体痊愈 哪怕不恢复实力 出去走走 让舞者们看到他没事 也能稳定人心 可现在 他这般虚弱的模样 出去走动 让舞者们看到了 估计会更担心 该死 幻世宗真的跳出来了 秦明抬起头 看向窗外 满眼怒火 他已经预料到 幻世宗可能会趁着 这个大好机会跳出来 果然如他所料 才没过两天 幻世宗就迫不及待地 高调出事 一出事 就是四千龙镜强者 若是他实力还在 幻世宗四千龙镜武者 不算什么 甚至有他的威慑 那些武者 不敢加入幻世宗 就是因为他现在实力全无 那些龙镜武者没了约束 也就敢加入幻世宗了 趁着云城联盟最虚弱的时候 来争夺天龙世界 真的以为这样就能得手吗 就算没有云城联盟 独魔势力 也不是你能对付的 秦明握着拳头 内心很愤怒 这幻 世宗是天龙世界的本土宗门 不想着对付独魔势力 却反而把矛头对准云城联盟 秦明不但要对付外敌 还要对付天龙世界的敌人 独魔势力强大的 已经拖住了秦明全部心神 让他精疲力竭 天龙世界的那些龙镜武者 不但不能帮他 还尽是给他拖回退 一想到这秦明心中 就生起一阵无名火 恨不得统一天龙世界之后 把这些龙镜武者都杀了 幻世宗 跳梁小丑 你若是不跳出来 我还要担心你 既然你主动跳出来了 那就别想再把头缩回去 本来秦明计划着 因患世宗一次 故意露出破绽 把患世宗一网打尽 可计划没有变化快 谁也没有想到 魔祖居然用独魔圣血 吸收大量鲜血 再修复他 若是独魔圣血彻底修复 那么云城联盟面对的 就不是现在的三万独魔 而是无穷无尽的龙镜独魔 秦明逼不得已 只能出手 却没想到 魔祖的实力 出乎他的预料 最终只能变身 这些都是秦明没有预料到的 所以之前准备的计划 只能无疾而终了 不过没关系 患世宗若是不出事 想要找到他还真不容易 毕竟隐藏了一千年 患世宗躲藏能力 肯定极强 而超越龙级的寻魔应符 对患世宗的舞者 又没有用处 再加上云城联盟 要对付独魔势力 没有时间 也没有多的人手去寻找 现在出来 未必不是好事 患世宗的宗主 幻天在想什么 秦明心里猜了个七七八八 丹五双绝 第3265章 研究血脉 秦明不再想患世宗的事情 转而专心研究丹药 想要解决患世宗的事 只有一个办法 他身体恢复 而身体恢复 秦明想到的办法 只有借助丹药 刚刚是在安慰连人 又何尝不是在安慰他自己 若是他身体不能尽快恢复 云城联盟根本对付不了独魔势力 至于幻世宗 从来就不是云城联盟的主要目标 幻世宗你这么一闹腾 我要统一天龙世界的步伐 又慢了很多 不过 你若是能多招收一些龙镜武者 我打败你之后 未必不能很快地统一天龙世界 秦明心中一动 又把心思放下来 虽然想得很美 但最重要的 还是他实力恢复 否则 一切都是空想 坐在床上 秦明闭目养神 精神力沉入身体中 想要炼制出恢复他身体的丹药 那么就应该先研究出 他为什么全身无力 实力尽失 哼 秦明尝试着凝聚元气 可一张脸憋得通红 也只能凝聚出一丝丝元气 至于道 道是可以使用 但是也变得执拗无比 一身实力 最少去了九成 除了元气和道外 我还感觉浑身乏力 如同长期营养不良一般 天龙世界的普通人 或许会因为找不到吃的 长期吃不饱 从而营养不良 可一个普通武者 哪怕实力只是达到了地势 也不可能饿肚子 营养不良 根本不可能 到底是为什么 睁开眼 秦明皱着眉头 对身体的变化很是不解 若是有伤口 哪怕是完美龙脊疗伤 单药治疗不了的伤势 秦明都可以想办法 可现在秦明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身体会突然间失去了力量 他有些无从下手 血脉 秦明沉思 觉得应该是血脉的原因 只有圣血舞者能够变身 这是普通舞者 和圣血舞者最大的差别 他猜测努力研究血脉 应该能得到答案 想到这秦明沉下心 精神力一点点查探身体的变化 得自己身体 秦明无比了解 哪怕有细微的差别 他都能够感觉出来 在秦明努力研究血脉 研究丹药的时候 整个天龙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出现的幻世宗 并没有引起天龙世界舞者恐慌 反而让他们欣喜若狂 在普通舞者看来 天龙世界越强大越好 越强大 那么对付独魔势力的能力也越强 说不定就能打败独魔势力 而幻世宗也是天龙世界一员 他们强大也就意味着天龙世界强大 当然也有很多舞者在责备幻世宗 责备他 为什么在独魔势力袭击兰州的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去抵挡 这些质疑的声音 让很多舞者对幻世宗心存顾忌 但随着幻世宗找了各种理由宣扬 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小 幻世宗对宣传 完全是不计成本的投入 哪怕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在幻世宗的宣传下 就如同开天辟地 打了一场旷世大战一般 但这种宣传 不但没有让人反感 反而很多普通舞者相信 单舞双绝 第3266章 计谋成功 自从独魔势力 袭击天龙世界以来 普通舞者压抑太久了 都知道独魔势力 三万龙镜独魔不可战胜 让他们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而战争一起 最先死的 往往是实力最差的 就如兰州 龙镜舞者绝大多数都逃跑了 只有焦镜舞者 也跑了大部分 只有那些实力不强的普通舞者 没有丝毫逃跑的能力 只能闭目等死 在这种绝望的氛围中 可想而知 普通舞者有多压抑 幻世宗的宣传 就针对这一点 大力宣扬幻世宗 是如何如何强大 打败了多少独魔 如同马上幻世宗 就要彻底打败独魔势力 拯救天龙世界一般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幻世宗的宣传九甲一针 可陷入绝望的普通舞者 就是相信 哈哈 幻世宗总部 幻天猖狂大笑 我的计谋又成功了 现在幻世宗的名声 已经不比云城联盟差 幻天的父亲幻英高兴不已 他欣慰到 没想到你天生就是 做宗主的料 不但把宗主打理得井井有条 在短时间内 让幻世宗实力上 升了一个台阶 还能让幻世宗 在没费一兵一卒的情况下 打响了名声 有了名声 以后再招揽舞者 就不像现在这般困难了 幻英很欣慰 自从把宗主之位 传给幻天之后 他一直在担心 儿子太过年轻 能不能管理好宗门 要知道 幻世宗可是要面对 云城联盟和独魔势力 这两个可怕的存在 就算是 自己 面对他们 都没有丝毫的胜算 没想到 幻天比他想象的 要出色的多 幻世宗实力飞速的增加 现在居然能够 比进云城联盟了 幻世宗一直有 统一天龙世界的野心 可幻英清楚 野心永远只是野心 想要实现 还需要足够强大的实力 而现在在自己儿子手中 幻世宗已经初步有了 统一天龙世界的实力 父亲 这都是您教导有方 幻天恭敬的对幻英行礼 幻世宗之所以能够有今天 大部分是父亲的功劳 若没有父亲的隐忍 幻世宗也不会迎来今天的爆发 我只是略施小技而已 没有父亲的帮助 我的计谋绝难以成功 哈哈 幻英开怀大笑 摸着长长的胡须 道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功绩 但别骄傲 只有真正的统一了天龙世界 才能够放松警惕 否则很有可能大好的局势 功亏一篑 幻天认真的点头 赞同道放心吧父亲 我已经准备好直面云城联盟了 幻世宗一旦积累了足够的实力 就会向云城联盟发动致命一击 打败云城联盟后 统一天龙世界将不会再有阻碍 文言 幻影心中一惊 脸上露出担心之色 要对云城联盟发动战争 是否有些操之过急 我们幻世宗才出事没多久 龙境武者们都没有磨合过 贸然的发动战争 很可能会把幻世宗打回原形 他很担心 幻天会因为骄傲自大 而让现在取得的优势 全部付诸东流 单武双绝 第3267章 秦明可能会提前恢复 幻天毕竟还年轻 年纪轻轻就取得了这般成就 难免骄傲自大 云城联盟没有表面的这么简单 我们虽然明面上的实力 超过了云城联盟 可实际上和云城联盟差了很远 幻影担忧地劝解道 别忘了反云城联盟 当初反云城联盟 可是聚集了一万龙镜强者 谁都以为反云城联盟 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 却没想到 他败得如此快 如此地彻底 听到父亲的担忧 幻天脸上露出自信的神情 没有丝毫胆怯 正是因为我知道 云城联盟强大 所以才想要在最短的时间击败他 秦明虽然因为变身的原因 卧床不起 但谁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意外 云城联盟和猎魔者协会 四千龙镜舞者虽然强大 可这都只是明面上的实力 若真的只有这点实力 我丝毫不担心 能不能打败他 我最担心的是秦明 最担心秦明 可是 幻音这才知道自己儿子心中所想 疑惑地抬起头 秦明已经卧床不起 成了一个废人 听说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才能彻底恢复 半年时间 以天龙世界的现在的局势 半年之后 秦明就算恢复了实力 甚至更进一步 都没用了 云城联盟 要么被幻世宗攻陷 要么被独魔势力覆灭 哪怕秦明再强 只是一个孤家寡人 又如何和幻世宗 独魔势力对抗呢 不错 我最担心秦明 不但是我 我相信 魔祖最担心的 也是秦明 幻天点头道 秦明昏迷 让他欣喜若狂 醒了实力全失 更是让 他认为 这是一个天赐良机 确实是一个天赐良机 若是秦明实力没师 他绝对不敢 让幻世宗 这么大摇大摆的出事 若不是秦明摊在床上 他也不敢踩着 云城联盟的名声 让幻世宗声名远播 普通舞者 或许并不懂什么 被他随意忽悠几句 就信以为真了 但龙镜舞者消息灵通 不可能让他随意编排 但是有一点 他在宣扬幻世宗的时候 把云城联盟匾的一文不值 可云城联盟不为所动 完全当成没听见一般 幻天相信 躲在暗地里 等着幻世宗和云城联盟 战斗的武者 肯定有很多 但最终结果却是 云城联盟和猎魔者协会 掩其息鼓 不但没有攻击幻世宗 甚至没有反驳 幻世宗宣传能力很强 可再强 也比不过猎魔者协会 以猎魔者协会的能力 想要洗白云城联盟 轻而易举 猎魔者协会没这么做 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到 对付独魔势力中 这让那些等着看好戏的 龙镜舞者们 失望不已 也因为云城联盟的做法 让本来极其看好 云城联盟的龙镜舞者 心慢慢地向幻世宗偏移 虽然他的计划顺利无比 但内心中 幻天还是在担心 秦明是摊在了床上 不是死了 实力尽失的秦明 并不能让他放心 秦明一天不死 他每一天都是提心吊胆 你是说 秦明可能会提前恢复 幻影不确定道 丹武双绝 第3268章 杀死秦明 不错 不但是我在担心 我想魔族也在担心 幻天沉重地点头道 云城联盟虽然强大 猎魔者协会情报能力 举世无双 可我最担心的还是秦明 独魔势力那么强大 都在秦明手中吃扁 幻世宗比至现在的独魔势力差远了 我现在使用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诡计而已 只有堂堂正正的实力 才是取胜的关键 就像拥有三万龙镜独魔的独魔势力 虽然和云城联盟战争 他屡次失败 可没关系 只要他成功一次 云城联盟将万劫不复 若是可以 我也不想使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 可患世宗空有底蕴 却没有强大的实力 只能出此下策了 原来如此 幻影若有所思的点头 秦明确实很令人忌惮 表面上他对秦明不以为然 其实整个天龙世界 谁都不敢小瞧秦明 毕竟秦明所做的一件件事情 就如同传奇一般 五道境界还没达到龙镜的时候 就创建了现在强大无比的云城联盟 更是有数之不尽的完美龙极丹药 还有令人发狂的完美涅槃丹 除此之外 在对付独魔势力上 秦明不遗余力 谁都知道 若是没有秦明 说不定天龙世界 早就陷落在独魔势力手中了 如此充满传奇的一个人 谁敢小觑他 想来不止我一个人 想要杀死秦明 魔祖肯定比我更着急 幻天很是自信道 魔祖被秦明在大庭广众打败 让他不得不食言 颜面丢尽 而丢脸不说 秦明几次破坏魔祖的计划 哪怕魔祖涵养再好 估计也恨秦明入骨了 除此之外 想来在秦明手中吃了几次亏的魔祖 肯定和他一样 日夜提防着秦明 只有秦明死了 魔祖和他 才会彻底的安心 幻天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幻音好奇地问道 自从把宗门交给幻天之后 他每件大事都要过问 但是只要幻天的方法没有问题 哪怕有一点点瑕疵 他都不会去阻拦和指出来 毕竟儿子要成长 不犯错怎么成长 经过这段时间的印证 足以看出来 幻天的能力比他要强得多 幻音之所以过问 这一次并不是担心 幻天做得不好 而是怕他不够稳重 我打算招揽八千龙镜舞者之后 开始全力搜寻秦明的踪迹 幻天覆手而立 昂着头 慷慨激昂道 有了八千龙镜舞者 我就有信心打败云城联盟 当然 为了和云城联盟拼个两败俱伤 我不会和云城联盟正面战斗 只要拖住他们 杀了秦明就行 八千龙镜舞者 围杀四千 相信不会有意外 只要秦明死了 以秦明在云城联盟的声望 云城联盟立马就会崩溃 到时候在掠师小技 就能把云城联盟的舞者 全部吸纳到幻世宗中 幻天的计划很简单 但不得不说就是这简单的计划 成功的可能性才大 幻影摸了摸胡子 发现整个计划 没有任何更改的地方 丹舞双绝 第三千二百六十九章 一星 而且这个计划 前景远大 最终目标定在秦明身上 不得不说 幻天找准了云城联盟的死穴 幻影承认 这个计划都让他心动了 而且 幻天还有一点没说 想要让幻世宗的龙镜舞者 听话的攻击秦明 很轻松就能办到 第一 虽然秦明以前的实力很强 但现在谁都知道 他瘫在床上 实力尽失 威望很强 但实力尽失 别说龙镜舞者了 估计一个焦镜舞者 就能把他杀死 所以 就算以前很害怕秦明 但现在绝对不会害怕 第二云城联盟 有着让所有人都为之贪婪的财富 只要幻天许诺 事成之后 拿出一部分战利品分配 那些龙镜舞者就能疯狂 谁都眼红云城联盟的财富 只是没这个实力而已 一旦有了抢夺的实力 他们会毫不犹豫 很好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开口 幻影认同了儿子的计划 并且想参与进来 多谢父亲 看到父亲支持自己 幻天高兴不已 多亏了列魔者协会的不作为 现在我们幻世宗在舞者中的名声越来越高 只要再作秀几次 相信那些本来就摇摆不定的龙镜舞者 会加入幻世宗 相信很快幻世宗就能拥有八千龙镜舞者 也能很快对云城联盟发起战争 我希望父亲能够帮助我 稳住那些长老们 幻世宗的强大 让他们有些不安分了 哼 听到幻天提起那些长老 他斜着眼睛 不屑道 谢长老 把幻世宗的财富当成自己的了 只是用了些原石而已 就让他们哭爹喊娘 幻世宗是一个宗门 宗门的财富 属于整个宗门所有弟子的 幻天在天龙世界宣扬幻世宗 需要动用打通很多关系 这需要大笔原石 除此之外 为了把幻世宗的神秘营造出来 之前召开大会的时候 也难免需要铺张浪费 幻世宗有着千年的底蕴 原石自然很多 但因为幻世宗急剧扩张 短时间内消耗的原石极多 让那些长老心疼了 难免会说三道四 他们并不是在心疼原石 而是想要更多的权利 若是有机会 我相信 他们会把我这个宗主赶下来 幻天眯着眼睛说道 什么 他们敢 幻音大吃一惊 大喝道 他们当然敢 幻天淡淡道 为了自己的利益 他们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现在幻世宗可是今非昔比 那几个长老手中的权力 急速膨胀 人就是这样 今天给他一些好处 明天再给一些好处 后天不给了 那么所有的感激 都会变成仇恨 现在幻世宗空前强大 但也正是因为 实力膨胀的太快 有些人已经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幻音脸上阴晴不定 他明白过来 事情的严重性 他们在这里 商量着 怎么对付 云城联盟这个庞然大物 别到时候 幻世宗出了问题 从而直接分崩离弃 幻音毫不怀疑 内部的崩坏 比外部的敌人还要可怕 单舞双绝 第3270章 拉拢一批 怪我 幻世宗隐藏了千年 他们的野心 没办法显露出来 现在猛然强大的幻世宗 难免会让他们 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幻音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懊恼不已道 亏他认为自己年纪大 稳重 所以才在这方面 辅佐自己儿子 却没想到 幻世宗已经今非昔比了 那些长老手中的权力 也急剧增加 也因为权力增加 让一些人忘乎所以 内心中不知天高地厚了 儿子幻天一场会议 让幻世宗 有了四千龙镜舞者 虽然计划是幻天提出来的 可这场计划需要人配合 自然少不了 那些长老的权力帮助 也因为这些帮助 那些老不死的 很有可能以为 这一切都是 他们自己的功劳 不错 就是这么甜不知耻 幻印毫不怀疑 他们会把这其中的功劳 都揽在自己身上 甚至信以为真 如此一来 他们会进一步地认为 幻天没有资格成为幻世宗宗主 虽然幻天是圣血舞者 可从来没有战斗过 没有任何出彩的战绩 再加上他年轻 并不能让那些长老心悦成福 若是以前的幻世宗 有他这个父亲在 幻天坐这个位置 那些长老不会有意见 现在幻世宗强大了 宗主这个位置代表的权力 今非昔比 他们自然会眼红 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安抚他们 幻印眼中的杀鸡毫无保留 毫不怀疑 调查清楚之后 幻印会大开杀戒 父亲 我觉得 现在不是杀他 闷的时候 幻天很冷静到 见到冷静的幻天 幻印愣了愣 若是幻了自己 在得知有一群人 基于自己的位置时 肯定已经暴跳如雷了 为什么不杀他们 敢叛乱 就应该有死的觉悟 幻印愤然道 幻世宗能有今天 大部分都是我们父子 齐心合力做到的 他们只是坐收余力而已 现在幻世宗人才挤挤 不知道多少人 盯着长老的位置 杀了他们 马上就有人能接替 幻天摇了摇头到步 我们现在不需要杀鸡锦猴 幻世宗实力膨胀的太快 以后会更快 内乱只能阻碍幻世宗的发展 现在我最主要的目的是 杀死秦明 攻占云城联盟 等我攻占云城联盟后 这些长老才真的没有作用 到时候要杀要寡 一句话的事情 你是担心杀了他们 人心不稳 幻印试探的问道 不错 幻天点头 杀了他们 谁都知道幻世宗现在不稳 那些新加入幻世宗的龙镜舞者 可能会因此退出 而那些还没有加入幻世宗的龙镜舞者 心中也有了顾忌 我们不能杀 最少现在不能杀他们 可是 幻印皱着眉头 不杀他们 那怎么才能阻止他们 对权力的渴望呢 有了 拉拢一批 打压一批 幻印眼睛一亮 想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不错 就是拉拢一批 打压一批 扶持一批人 幻天点点头 赞许地看着自己父亲 丹武双绝 第3271章 陷落 幻天一直烦恼 又不能杀了他们 该如何把幻世宗的权力 重新收回来 果然父亲这些年的宗主 没白做 想出了一个绝佳的办法 放心吧 我会让他们服服贴贴 你安心对付云城联盟就行 幻印拍着自己胸膛 向儿子保证道 对付云城联盟 他插不上手 也没有这个能力 但对付宗门内 几个知根知底的长老 他太有把握了 多谢父亲 幻天道谢 解决了他心头大患 很是松了一口气 他可不希望自己千辛万苦 统一了天龙世界 却让别人摘了果子 虽然他武道天赋很强 身为圣血武者 这些长老家一起 也不是他的对手 可一旦他们联合反叛 带领一部分宗门弟子偷袭他 也有可能把他杀死 总之 幻世宗必须要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在有了父亲办法 想来不是问题 两人又谈了一番 确定下来 接下来对付云城联盟的方针之后 幻印就离开 赶急赶忙 准备对付宗门长老了 而在他离开没多久 幻天一道道命令下达下去 拨了无数资源 让隐藏在天龙世界各个角落的舞者 开始继续宣扬幻世宗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 独魔势力侵占蓝州的速度越来越快 天龙世界的舞者们 也是生活得越来越压抑 而这一天 在独魔势力 终于把蓝州彻底占领 所有舞者内心都恐慌不已 中州五大州 青州 蓝州 云州 雨州 天龙州 蓝州已经没了 那么独 魔势力下一个目标是哪 每个州的舞者 都在担心独魔势力下一个目标是自己州 这是整个天龙世界的战争 逃无可逃 就如同被关在笼子里 等着被宰杀一般 绝望的气氛 在所有舞者心中蔓延 而趁着这个机会 幻世宗大肆地宣扬 到处安抚人心 正不知该怎么办 心灵没有寄托的舞者们 就如同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一般 把幻世宗牢牢抓住 无条件地信任他 虽然幻世宗的宣扬 破绽百出 可只要幻世宗说一句 他能够救所有人 哪怕明知道是假的 也会得到拥护 人在最绝望的时候 需要找个心灵依靠 而幻世宗 就是这个心灵依靠 龙境舞者对幻世宗的宣传嗤之以鼻 他们太清楚 幻世宗这么做是为什么了 可独魔势力占领蓝州之后 他们也不得不开始思考 到底要不要加入幻世宗 整个天龙世界 只有两个地方相对安全 云城联盟和幻世宗 两个势力都有接近四千龙境舞者 是天龙世界最强大的势力 比起幻世宗 大多数龙境舞者 更看好云城联盟 毕竟云城联盟正面对抗独魔势力 它的实力无人质疑 可是秦明摊在床上 需要半年才能恢复 这让极需要寻找庇护的龙境舞者们 望而却步 有秦明的云城联盟 才是云城联盟 没秦明的云城联盟 只是四千龙境舞者而已 又听说 幻世宗的宗主 虽然年轻 可也是圣血舞者 武道境界也达到了龙境后期 单武双绝 第3272章 下一个目标云州 天龙世界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所有人都必须要做出选择 很多人都等着云城联盟 希望云城联盟能给予回应 可出乎所有人预料 哪怕幻世宗上蹿下跳 张狂的不可一世了 云城联盟和裂魔者协会 没有任何行动 还是如同不知道一般 难道云城联盟 不知道幻世宗实力在飞速增加 难道不知道 幻世宗实力增加 会危险到云城联盟的地位 就算因为秦明的原因 云城联盟彻底沉静下来 可裂魔者协会 作为天龙世界最大的情报势力 应该清楚幻世宗的用意才对 为什么云城联盟和裂魔者协会 都毫无动作呢 舞者们看不懂 独魔势力也看不懂 在云蓝森林 两万七千多龙镜独魔聚集在此 他们全身黑衣 一排排站在一起 黑压压的一大片 哪怕他们没有把身上的气势散发出来 百里内的元兽 丝毫不敢动弹 匍匐在地瑟瑟发抖 所有的独魔都看着半空中的魔祖 魔祖闭着也没有说话 如同不知道两万七千多龙镜独魔注视他一般 半赏他猛然睁开眼 目光盯着云州方向 与其中满是杀气独魔势力下一个目标 云州 杀 杀 杀 独魔们挥舞着武器 喊杀声连成一片 兰州的舞者已经被他们屠杀殆尽 不管是躲在哪个深山老龄 都被他们地毯式的搜索找了出来 有很多隐藏在偏僻角落 正在晋级地交进巅峰舞者 也没有例外 全部被找了出来 或许还有遗漏的 但估计连半城都不到 而且因为兰州的城池全部被摧毁 就算那些舞者侥幸活着 在兰州也没有龙身之地了 他们迟早要出来 或者干脆死在野外 兰州是天龙世界中州之一 舞者众多极其繁华 无数的舞者在他们的屠刀中死亡 他们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 独魔势力寅忍太长时间了 为了不被天龙世界的舞者发现 他们就算犯下杀戮 也是小心翼翼 甚至很多独魔 一辈子都没有杀过人 他们已经忍耐太久 而这一次独魔势力出世 图了一周 让他们杀了得痛快 不过还没有满足 也永远不会满足 中州不是有五大州吗 还有四大州没有屠杀 哪里够 现在魔族已经确定了目标 他们只需要杀就行 谁也挡不住独魔势力的 三万龙镜独魔 虽然现在只有两万七千多龙镜了 但同样不是云州能抵御的 看着云州的方向 独魔们眼中满是嗜血的光芒 那里有秦明 有云城联盟 他们对这个势力恨之入骨 大部分死亡的龙镜独魔 都是拜云城联盟所赐 他们要报仇血恨 这一次 除了要攻占云州外 最主要的目的 把云城联盟给找出来 把秦明杀了 魔祖摸了摸腰间的银色大刀 沉着脸道 不错 这一次之所以攻击云州 就是希望能够找到秦明 虽然云城联盟躲了起来 他没有任何情报 但他相信 云城联盟一定在云州 丹武双绝 第3273章 恐惧 只要在云州 他就不幸 把云州翻个底朝天 找不到他 当然 也有可能 他们在寻找的过程中 云城联盟离开云州 这没关系 让云城联盟仓皇逃窜 也符合他的意愿 云城联盟只要逃 那么他的气势就会弱 云城联盟的武者们 士气肯定会降低 两个势力比拼 士气的高低 往往能直接决定最终的胜利 独魔势力 占领了整个蓝州 除了杀死无数武者外 还抢夺了很多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资源 云城联盟若是离开云州 那么整个云州 魔祖可以轻松把他攻陷 独魔势力攻占了蓝州 所有独魔都有了足够的经验 相信这一次攻打云州 会比以前快很多 杀 魔祖猛的一挥手 带着龙镜独魔们 朝着云州杀去 而在魔祖攻打云州的同时 有一批隐藏在城池中的眼线 开始散播谣言 这些眼线都是普通武者 他们被独魔势力 用重力收买了 当利益大到一定地步 连灵魂都能收买 再加上威胁 很多武者只能乖乖就范 成了独魔势力的走狗 哪怕他们明知道 独魔势力在占领天龙世界之后 不会放过他们 但现在他们若是不听命行事 马上就会死 能活一天就多活一天 蝼蚁尚且偷生 何况是人 也因为这些人的动作 一条流言在云州 以极快的速度传播着 一个不大不小的酒馆内 聚集着不少武者 谁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过明天 武者们把好不容易积攒的原石 拿出来买能够麻痹自己的酒 自从独魔势力开始攻击后 酒的价格连连上涨 但酒价上涨不但没有滞销 反而卖得比以前更好了 而今天武者们听到了留言 更是聚集在此 和同伴们讨论开来 听说独魔势力选择攻打的第二个州 是我们云州 不知道消息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现在单铺的单药 价格又涨了整整一倍 而且还没得卖 很明显 单药都被城池内的势力搜刮了 那些势力的情报最灵通 若是这消息是假的 他们肯定会把单药拿出来销售 嗯 我也觉得是真的 通过种种迹象 我可以肯定 独魔势力正在攻打云州 只是不知道哪个城池先遭殃 还好我们城池在云州中央 暂时还没有危险 得知独魔势力在攻打云州 有些武者脸上浮现出了绝望神情 而有一些 反而轻松了 一直不知道独魔势力的目标 整天提心吊胆 现在确定了消息 虽然知道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死 但反而 不像之前那样提心吊胆了 而就在这时 一个光头武者左右看了看 小声地道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听说了吗 云城联盟因为畏惧独魔势力 所以才不敢和独魔势力战争 之前是因为秦明变身 才打败了魔祖 圣之不武 魔祖已经传出消息 只要秦明再公平地和他战一场 若是赢了 魔祖马上带着所有独魔退出云州 永远不再侵犯 单武双绝 第3274章 战书 什么 只要秦明和魔祖公平一战 独魔势力就退出云州 武者们大惊 不可思议地看着那位光头武者 不错 光头武者倒有不少独魔 正在宣扬这个消息 虽然他们已经被愤怒的武者杀死 可消息还是被传了出来 而且我听说 有独魔就在猎魔者协会总部 大声地给秦明下了战约 啊 武者们大惊 这消息可了不得 本来听到独魔势力攻打云州 他们已经放弃了生的希望 可现在猛然听到 只要秦明和魔祖一战打败魔祖 独魔势力就会退去 并且永远不再进犯云州 只要独魔势力不进犯云州 那么他们肯定能够活下来 至于独魔势力不进犯云州 会去攻打哪里 大多数武者不太在意 传言秦明实力天龙世界最强 而且正面打败了魔祖 既然秦明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想来再战胜魔祖一次 并不难 最少他们看到了一丝活下来的希望 可是 秦明现在瘫痪了 怎么和魔祖战斗 一个舞者轻声道 这句话让心中刚刚生起希望的舞者 面如死灰 是啊 秦明因为变身的原因 现在瘫痪在床 如何能和魔祖战斗 要是秦盟主好生生的就好了 秦盟主的实力 天下无敌 魔祖虽然强大 但肯定不是秦盟主的对手 一位身穿短袖 拿着长刀的舞者 遗憾不已到 其他舞者也是摇头叹息 不知道魔祖为什么要和秦明下战书 明知道秦明现在瘫在床上 还把这个消息传出来 又有什么意义 这个消息我刚刚得到 听说已经过了两天 现在也没有听说秦明接战 看来秦盟主确实瘫痪在床 光头舞者眼中金光一闪而过 遗憾地摇头道 正在这时 一位身穿白色长衫的舞者 匆匆地跑进了酒馆 近来就坐在桌前 拍了拍桌子到 我有毒魔势力的最新消息 魔祖又给秦明下战书了 而且这次战书很特别 嗯 所有舞者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 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那舞者又拍了拍桌子 意思是 要情报可以 拿酒来 现在的酒价很高 但为了早些得到情报 酒馆内的舞者 都纷纷掏钱给他买酒 在众人东拼西凑下 凑够了酒钱 很快 酒馆老板就提着一大坛酒 放在了桌上 老板倚靠在柜台前 豪迈到这酒就当我送你了 虽然说送他的 但酒钱照说不误 其他舞者也没说什么 他们给的酒钱 只能买小小的一壶 这可是一大坛 最少可以装二十壶酒 常山舞者没有客气 他抱起酒坛 就咕噜咕噜饮了一满口 而后把酒坛重重地放在桌上 大声道 爽快 看到舞者们都注视着他 若是他再卖关子不说 估计今天走不出酒馆 他擦了擦嘴道 独魔势力 又一次给秦明下了战书 这一次的战书 和之前的战书完全不同 消息很是惊人 单舞双绝 第3275章 惊人消息 什么消息 所有人的注意力 完全被常山舞者吸引 魔祖说 只要秦明应战 不管输赢 独魔势力都无条件 退出云州 常山舞者说完 抱起酒 又开始喝了起来 只要应战 就无条件退出云州 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舞者们都不敢相信 云州有千座城池 比兰州要繁华些 也因此 舞者数量更多 舞者的实力也更强 但是舞者实力再强 也不可能是独魔势力的对手 有27000多龙镜独魔 没有谁有实力 阻拦独魔势力进攻 若是独魔势力退了 那么隐藏在云州内突破 交近巅峰的舞者 岂不是都能顺利突破 有一个舞者突然轻声道 这话一出 所有舞者都愣了一下 而后轰然 整个酒馆都热闹起来 不错 若是独魔势力 真的放弃攻击云州 只要再过一个多月时间 就会有大量 心境龙镜舞者出现 云州是什么地方 云州可是有云城联盟 而完美涅槃丹 是云城联盟拿出来的 虽然是 分给整个天龙世界 但近水楼台先得月 云州分得的 完美涅槃丹最多 几乎云州的 所有交近巅峰舞者 都得到了一颗 完美涅槃丹 兰州虽然有不少舞者 也得到了 可比起云州来差远了 他们早就听说 在独魔势力 攻打兰州时 那些还没来得及 突破交近的舞者 被独魔势力 残忍地杀害了 若是独魔势力 继续攻打云州 那么估计云州的下场 和兰州一样 那些正在闭关的 交近巅峰舞者 一样会被杀死 魔祖为什么要下这个战书 难道他不知道 其中的危险吗 舞者们议论纷纷 猜疑不断 他们都能想到 以魔祖的智慧 不可能想不到 独魔势力的目标是 攻占整个天龙世界 若是独独放着云州不攻打 等那些交近巅峰舞者 突破到龙境 云州可能就没那么容易 被攻陷了 说不定还有可能被反攻回去 那么仅仅只是 为了和秦明一战 魔祖真的愿意付出 这么大代价吗 显然不可能 这多半是匡骗的 可这一看就能拆穿的把戏 为什么魔祖还要使出来 这不是 无端惹人吃笑 这消息是真的 魔祖已经以至尊魔神的名义 启示了 只要秦明和他攻凭一战 那么他就从云州退出去 长山舞者摇头晃脑地 说到魔祖之所以会如此 估计是因为 英雄惜英雄吧 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 这一番话 让众多舞者神采异议 他们之前觉得 魔神是在欺骗 可是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 魔祖就绝对不会反悔 要知道 至尊魔神可是独魔的信仰 传言就是 至尊魔神创造了他们 每一个独魔从小就信仰 至尊魔神 已经在他们灵魂深处 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随着独魔势力 和天龙世界战争愈演愈烈 他们对独魔势力的情报 打探的也是越来越多 千年前 那些对独魔势力描述的古迹 也是传播开来 所以对独魔 普通舞者也很了解 单舞双绝 第3276章 一人换一周 最了解的人 往往是敌人 作为独魔势力的敌人 舞者们自然了解 独魔势力的情报 自然知道 至尊魔神在独魔们心中的地位 英雄 吸英雄 有这个可能 有舞者点头到没有秦明 魔祖就是天龙世界最强者 魔祖以前是天龙世界最强者 高处不胜寒 可有一天 他却被打败了 我们都知道 魔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打败的 说什么秦明变身之后 其实我们都清楚 秦盟主没有变身 而正面决斗 却被秦盟主打败 一直以为自己最强的魔祖 又怎么能够吞下这口气 同时 能够正面击败魔祖 甚至差点杀了他的秦盟主 自然也赢得了魔祖的尊敬 魔祖能够派遣独魔 围杀秦盟主 但是败了就是败了 文言 其他舞者大点齐头 分析的很有道理 若是把自己换成魔祖 肯定也很不甘心 魔祖估计是基于天龙世界舞者第一的位置 所以才选择和秦盟决斗 可没想到 秦盟的实力强悍无比 居然正面打败了他 魔祖肯定不甘 同时也肯定会尊敬秦盟 这个世界强者为尊 秦盟比魔祖强 那么魔祖必然会尊敬秦盟 这时 长山舞者终于把抱着的酒坛放下 他打了个酒阁 醉熏熏到反正不管真假 不管如何 秦盟出来和魔祖一战就行 相信 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的魔祖 不会违背自己的诺言 牺牲秦盟一人 换取整个云州 这买卖太划算了 说完这些话 他又抱起酒坛 傻笑着喝了起来 咕噜咕噜酒洒的满地都是 平的一声 酒坛掉在地上 而他也趴在桌上不再动弹 就这么短的时间 他成功把自己灌醉 酒馆不停有舞者进进出出 长山舞者说的情报 也被证实了 魔祖确实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 只要秦明和他决斗 不管输赢 他都会带着独魔势力 退出云州 并且永远不再回来 舞者们不再议论 整座酒馆出气的安静 大多数舞者神情不定 不能牺牲秦盟主 秦盟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 我们怎能贪生怕死 以秦盟主的命 换我们苟且偷生 一位脸上满是刀疤的舞者 猛地一拍桌子 大喝倒 这一番话 如同一颗大石 在平静的湖面 激起了巨浪 酒馆的舞者 纷纷响应不错 我们怎么能牺牲秦盟主 他为我们做了多少 无数的完美龙极丹药 无常完美涅槃丹 多次单枪匹马 对抗独魔势力 带领云城联盟 永远战斗在第一线 对 不能牺牲秦盟主 魔祖这是打不赢秦明 想要用这种卑鄙的方法报仇 我们千万别上他的当 很多舞者拍着桌子 义愤填膺地 骂着魔祖卑鄙无耻 都力挺秦明 秦明的付出 虽然他们平日里没说 可都记在心里 若是没有云城联盟 想来天龙世界早就陷落了 单舞双绝 第3277章 二十座城池 魔祖下达的战书 哪里是想公平和秦盟主一战 这就是想要他死 如此卑鄙的计策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舞者们纷纷咒骂魔祖 整个酒馆骂声不断 除了酒馆外 得到了这个消息的无数地方 都在咒骂招魔祖 而另一边 独魔势力正是对云州发起的攻击 而且一出手 就是二十座城池 魔祖没有因为舞者们的咒骂 而影响 他带领着独魔们 进行着残忍至极的图成 二十座城池被图 里面所有的舞者 没有任何一人存活下来 包括龙镜舞者 这一次攻击 魔祖把两万七千多龙镜毒魔 分散成二十个队伍 每个队伍一千多人 发起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 二十座城池 几乎都是在同一时间陷落 里面的舞者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被屠杀殆尽 也因此在攻击的时候 没有任何消息走漏 城池内的龙镜舞者 在得知独魔来袭 想要逃离时 已经晚了 被上千龙镜毒魔包围的城池 里面的龙镜舞者 哪怕再强大 也不可能逃离出去 只有在城池外面的一些普通舞者 龙镜毒魔不屑于 也没时间杀他们 才侥幸逃生了 顿时二十座城池 被独魔势力屠杀殆尽 城池内龙镜舞者 也全部被杀死的消息 随着这些普通舞者的逃离 传遍了整个云州 顿时 一股恐慌的气息 在整个天龙世界云州蔓延 终于还是来了 独魔势力的攻击 终于还是降临 谁也别想活着 只是一出手 就毁灭了二十座城池 云州有千座城池 又能顶得住独魔势力的多少天攻击 在独魔势力攻打云州的第一时间 猎魔者协会就得到了消息 并且把这个消息 传递到了云城总部 而且 这一次传递消息的人 正是猎魔者协会的总会长下方 消息太震撼了 下方以最快的速度 赶到了秦明休养之处 连人知道下方来了 跟着过来 秦盟主 独魔势力选择攻击的州 是云州 只是一个时辰的时间 二十座城池就陷落了 下方来不及寒暄 推开门就急匆匆到 盘坐在地 闭目养神研究血脉的秦明 睁开双眼 皱眉到独魔势力 选择攻击云州 对 独魔势力明显是冲着你来的 快离开云州 万一被独魔势力发现就完了 下方急忙到 独魔势力 已经占领了蓝州 而攻击下一个州 下方已经预料到 只是没想到 独魔势力 会选择攻击云州 秦明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恢复 这个临时总部内 聚集着四千龙镜武者 除了这四千龙镜武者之外 还有伺候他们的一些仆人 虽然这个地方很隐蔽 可人数太多 很有可能会被独魔势力发现 一旦独魔势力发现这里 下方毫不怀疑 他们会全力攻打这里 下方可没有忘记 之前秦明毁了独魔势力的独魔圣血 而且还把魔族打成重伤 让他们狼伴逃 若说独魔势力最恨的是什么 不是云城联盟 也不是猎魔者协会 而是秦明 丹武双绝 第3278章 不能走 若是把自己换成魔族 他在得知秦明的消息后 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甚至比起毁灭云城联盟 独魔势力更希望做的是杀死秦明 我们不能走 稍稍思考了一瞬 秦明站起身说道 这时连人走了进来 听到两人谈话 连忙到秦明 刘德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不要在乎面子 只要打败独魔势力 云城联盟必将是天龙世界之主 连人以为秦明脸皮薄 或者是觉得逃跑 伤了自己尊严 才选择不逃走 对 只要活着 总有一天能够打败独魔势力 到时候 你就是整个天龙世界最耀眼的人 现在做的一切 以后不但不会有人笑话 反而还会成为美谈 下方也跟着劝说道 只要胜利 秦明就拥有一切 后来者不会说秦明的不是 反而会认为他做的对 成王败寇 胜利才有尊严 尸体不需要 秦明摇了摇头 我并不在乎其他人说什么 而是在乎自己人的看法 自己人的看法 连人愣了愣 反应过来你是说我们逃跑 会让舞者们心思变动 不错 秦明点点头到云城联盟建立时间太短 除了那些从云城联盟开始建立 就跟着我们的龙境强者之外 大部分龙境舞者 并没有彻底融入云城联盟 一旦我们逃跑 在我还没有彻底恢复的情况下 肯定会对士气 有着极大的冲击 云城联盟不能逃 其实在一听到毒 摩势力攻击云州时 秦明的第一反应也是逃 他现在研究血脉 已经有了一点点眉目 需要争取更多的时间 慈不长兵 现在不是仁慈的时候 若是为了云州 而留在这里 可能不但连云州也保不住 甚至可能让云城联盟万劫不复 天龙世界被毒摩势力彻底占领 到那时候再后悔 可就来不及了 在秦明心中 牺牲两个州 三个州 甚至所有的中州牺牲都行 只要能够打败毒摩势力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同时 秦明也不在乎普通舞者 对他的看法 他只做对天龙世界 对自己最有利的事情 秦明又不是小孩子 不在乎所谓的面子 若是丢面子 能够让毒摩势力覆灭 那么 他会把自己的面子 狠狠地踩在脚下 那 那该怎么办 下方皱着眉头 他在知道毒摩势力攻打云州时 第一反应 就是对方冲着秦明来的 别看秦明现在因为变身的原因 躺在床上 在天龙世界 他的威望如日中天 若是秦明死了 对整个天龙世界 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在下方心中 能够拯救天龙世界的 只有可能是秦明 这也是为什么 他毫不犹豫 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秦明的原因 就算要统一天龙世界 他也毫不犹豫 让猎魔者协会投入所有 就像现在 就因为秦明摊在床上 天龙世界什么牛鬼邪神都出来了 别看现在幻世宗声势滔天 若是秦明实力尽在 幻世宗敢出事吗 单五双绝 第3279章 提议撤离 若是秦明现在实力完好无损 幻天哪怕胆子再大 也不敢这么正大光明的 让幻世宗出事 更不敢踩在云城联盟身上 蹦跌得如此之欢 现在先进观其变 这个地方很隐蔽 短时间内 应该不会被独魔势力占据 秦明眯着眼睛道 嗯 连人点头 听从了秦明的命令 不过他补充到若是独魔势力真的找到这里 不管什么原因 你要第一时间离开 就算整个云城联盟的所有龙镜无者死了 你也不能死 虽然这个地方隐蔽 但谁也不能保证 不被独魔势力发现 独魔势力的情报能力可不差 若不是因为云城联盟这个临时总部 是临时随意找到一个隐蔽地方 肯定早就被独魔势力找到了 秦明想了想 没有回答连人的话 而是说到我待在这里 但是你们不必要 不 一听到这话 连人激烈地反对不行 云城联盟谁都能死 你不能 你离开 我们守在这里 守着云城联盟的尊严 不是 你误会 我的意思 秦明白白守道 独魔势力现在在攻打云州 以独魔势力的实力 若是让他们肆无忌惮 占领云州的速度会很快 到时候 就算我不想逃 也必须要逃了 若是可以 我希望你们带领云城联盟的武者们 去抗击独魔势力 若是独魔势力 真的占领了整个云州 并且找到了这里 秦明不会因为士气的原因 在这里坐一 代币 毕竟连生命都没有了 要士气有什么用 现在他研究血脉 已经有些眉目 可还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 不知道是多久 而独魔势力 很明显不会给他这个时间 这就需要云城联盟的龙镜武者 帮助他了 只是离开了他 云城联盟和猎魔者协会的 四千龙镜武者 有没有能力 对抗独魔势力的 两万七千龙镜独魔呢 这才是他真正担心的 我们带着龙镜武者 去对付独魔势力 那你这里 连人摇头拒绝 秦明实力全失 哪怕是一个交进武者 都可能杀了他 一旦他们带龙镜武者离开 这里被独魔势力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有大量龙镜武者在 就算被发现 他们也能掩护着秦明逃跑 他们可是有四千龙镜武者 只要不被独魔势力 所有龙镜独魔包围 逃跑还是没有问题的 正在他们谈论时 一个猎魔者协会的 龙镜武者走了进来 把一封密信递给了下方 打开密信 下方飞快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发生了什么事 独魔势力又攻陷了几座城池 连人皱着没问到 看到下方的脸色 很明显 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自从秦明摊在床上之后 虽然彻底毁灭了独魔势力的独魔圣血 可似乎棘手的事情越来越多 又是幻世宗出世 又是天龙世界人心浮动 又是独魔势力攻打云州 这一件件事情 都是因为秦明实力尽失的原因 单武双绝 第3280章 阴谋 可若是秦明不独自去探查 独魔势力的情报 很有可能 魔祖会修复独魔圣血 那时候 独魔势力 就更不好对付了 有了完整的独魔圣血 独魔势力培养龙镜独魔 肯定更加简单 到时候 可能天龙世界 真的没有和独魔势力抗衡的本钱 现在情况虽然糟 但最少还有一线生机 这都是因为 云城联盟实力不够的原因 若是云城联盟实力强大 以秦明的完美龙级丹药 以及超越龙级的寻魔应符 他们想打败独魔势力 并不困难 并不是 而是魔祖向秦明发出挑战 下方摇头寒声道 哦 闻言 连人不以为意 他之前就听说这个情报了 但并没有放在心上 也没有告诉秦明 他知道 秦明在想办法恢复身体 所以一般的小事 他都没有打搅秦明 魔祖要挑战我 秦明眉头挑了挑 好奇地问道 我现在实力全失 魔祖为什么还要挑战我 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和魔祖见面 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再加上收集而来的情报 对魔祖他很熟悉 魔祖并不是一个喜欢无端做事的人 他做每一件事情 都有自己的目的 之前幻虚秘境的布局 以及极其有魄力的 让独魔势力隐藏起来 最后明面上进攻兰州 实际上在修复独魔圣血 这做的所有事 让秦明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魔祖 并不是魔祖的实力有多强 而是他的果断和智慧 这样的人 不可能做一件没头没脑的事情 魔祖要挑战他 而现在他实力全失 直接拒绝就行了 而且 天龙世界的舞者 都知道他实力全失 拒绝挑战 不会影响他的声望 也不会影响到云城联盟 只会让人看魔祖的笑话 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魔祖为什么要做 正在秦明疑惑不解时 下方开口到魔祖 又一次对秦明发出了挑战 条件与之前完全不同 他抬起头 看了连人和秦明一眼 脸色难看到之前魔祖挑战秦明 所下的赌注是 只要秦明能够赢了他 那么独魔势力就退出云州 并且永远不冒犯 秦明点点头 既然是魔祖挑战他 自然需要给予他好处 他们是一个势力的领头人 不可能为了争夺一个天龙世界 天下第一幕须有的名誉战一场 若是魔祖不把条件说出来 那么他拒绝就是理所当然 魔祖也不会做这种傻事 可这次不同 这次魔祖的条件变了 下方把手中的密信 往桌上一砸 骂到他居然说 只要你和他对战 不管胜负 都会带着独魔势力 从云州撤离 并且永远不攻击云州 若仅仅只是这样 并没有什么 关键是传言 魔祖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 以至尊魔神的名义启示 秦明微微一阵 不敢置信地问道 他和独魔势力战斗如此之久 自然知道 至尊魔神在独魔们心中的地位 甚至发生战斗 只要喊出 为了至尊魔神这几个字 就能让独魔们士气大震 汗不畏死 也要不及会认识 尊魔神这几个字 不及会认识 不及会认识 不及会认识